爹 爹 就听我一句劝 回去吧 何苦呢给自己招惹这些事 你真以为我是好心帮吴家办事啊 我许久没到这里来了 我来看看 你说你天天在作坊干活 你懂妻吗 四怪他们都听你的吗 我是想趁机来找找至妻的秘方 那您是来查案的还是来找秘方的呀 这案要查秘方也要找 这原本都是我们柳家的 秘方就不用找了真的 要是有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当然不知道 你大哥身体好了 你以为还是你当家 就算有了秘方 也轮不到你手里 迟早是你大哥的 而且我在想 这幕后指使人 他为什么要让赌徒放了小桂香 还让他到你们吴家捣乱 他一定是吴家的仇人 说不定也是叶家的仇人 这事要是把你大哥和大嫂扯进去 那不是对你有利吗 说是看不清样子 这闻到奇怪 我就不信 你信吗 那人跟人不一样的地方多了 真凶站在他面前他会认不出来 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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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别来烦我 我叫你出去 听到没 先生奶奶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告诉我 也许我可以帮你 你能帮我什么 你足不出户 从处理学会的那些 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你可以说 我只听着不说话好吗 哎呀 你不要烦我了 行不行啊 对不起 我的心里面很乱 对 所以我 那我出去好了 不打搅你吗 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园子里走走 等你好些了我再回来 什么 你打了慧明 我一时忍不住 我现在也挺后悔的 从小到大我们兄弟两个人 从来没有起过任何争执 慧翔 你怎么能这样呢 慧明对生母有感情有什么错 经历这么多 他们才母子相认 这很不容易 都是你 铁石心肠 我怎么铁石心肠了 你妈就是有千错万错 她也是你妈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可是当年她就是把我们给抛弃的 她走的时候 我和慧明哭着喊着要她 她连头都不肯回 那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原谅她 那你为什么要帮她 母子青山是割舍不断的 你心里有她 你为什么不敢去面对呢 我帮她 不代表我就能接受她 那我现在的母亲怎么办 她养育了我二十多年 对于我来讲 她早就剩余我的亲生母亲了 没有人让你去选择生母还是养母 现在你应该做的事 勇敢地去承担起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 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当然懂 不用你来教训我 我不是教训你 我是要跟你说清楚 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好好好 我不明白 就你明白 我就要走了 林总给你们捎点纸钱 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也请你们原谅吧 我这个人哪 一辈子没记过什么德 但是我有两个好儿子 又娶了你们家婉欣这样的好媳妇 我知道 这也算是前世修的福了 我只是想来看一看 谢谢妈 你叫我什么 你是慧翔的妈 自然也是我的妈 慧翔 连一句妈都没叫过我 她在心里已经叫了您几百遍了 你心底正好在哄我开心的 没有 以前我也有对不住您的地方 还请您原谅 也请您原谅慧翔 我想 总有一天 你们慧母子相认的 不指望了 没关系 不论她对我怎么样 我都不会在意的 她没错 我不配 根本不配做她妈 不说了 我要走了 我的好儿媳妇 一定要保重啊 要是过得不容易 就来找我们 我们一定会照顾您的 少爷 您现在的鼻子我在催了 催谁啊 你催我啊 你催他们去啊 让他们赶紧做完 是 哦 还有 今天刘老爷又来了 说是要检查工人的出工记录 他把这个干什么 说是要知道叶家二老那天死的 都是谁没来干活 他有完没完 你让他赶紧走 赶紧就走 是 查了两天连个毛都被查出来 这包家伙还跟我对着干 我早晚有一天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这小子这么晚不去哪儿啊 哦 他是不是去喝花酒啊 他把他也不叫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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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妈妈 果然讲出于了 你怎么这么远啊 快 快帮我出去 你答应过的 帮你出去 绝对不可说出我的 你放心了 你救了这 我还能把你供出来的不成啊 我果然出来了啊 这原本是我应该给你的另一半 从此以后 我们俩各不相欠 也互相不认识 你干什么 你别怪我 我得认出你 万一他们再抓着我 我也好自己脱身呢 你好 你都认出我来了 我还能让你活着吗 妈 不行 快送一下吃饭 没把早 组长找你有什么事啊 陈二死了 被人杀死了 那岂不是就抓不到幕后指使了 依我看 这都算是杀人灭口啊 死了好 像他这样的人啊 早就该死了 管他谁杀的呢 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的线索就彻底断了 算了 反正伤害婉欣父母的凶手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个指使他的人 只不过是想找我们吴家的麻烦罢了 我们追究的越多 只会令更多的人受伤 妈说的对 最坏的呀 就是杀人犯了 什么幕后指使 依我看啊 说不定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呢 那为什么陈二会被杀呢 你问我 我去问谁去啊 慧俊 你看呢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 如果不是我们这边逼得太紧 也许陈二不会被害 反正最主要的人是陈二啊 他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既然已经替大嫂报了仇 我想其他的事情 又何必自惹麻烦呢 慧鸣 你怎么看 只要我妈没事就好 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真是太好了 居然有人帮我们解决了麻烦 上天真是太帮忙了 慧俊 你说是谁杀的 我怎么知道 是你杀的 你 你胡说什么 我能杀吗 我会杀吗 我跟他有仇啊 你怎么不想想他仇人杀的呀 我 我是在跟你开个玩笑 你这种玩笑给我开什么呀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像他这种人啊 仇家一定很多 他是死有余辜 慧俊 你怎么不去作坊啊 我不想去 那可不行 好不容易后患没有了 你应该好好表现表现才是 你看你大哥 现在多得虫啊 你可不能输给他 等爹回来了 你要让爹瞧瞧 你有多能干 我要躺一会儿 别烦了 起来 一大早的躺什么呀 快起来 快一点啦 好了好了 等一下 我自己来 喝茶 谢谢 若兰 妈 这是 慧明的母亲让我给你的 原来预备的那个坏了 我陪她去买了个新的 说是给儿媳妇的见面礼 我妈呢 她现在人在哪儿 我原来是想留她住一阵子的 她不肯 她现在已经离开了 慧明 妈 快 快去叫住她 她母亲昨天就离开了 就是把她去找 所以才嘱咐我今天才说的 快 快去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 到底是对还是错 你来干什么呀 向你认错的 您有什么错啊 你不想认自己的亲生母亲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来帮你洗衣服吧 哎 哪有让吴家少奶奶自己洗衣服的道理 好了 你身体不好 手别蒸凉水了 别生我的气啊 别生我的气啊 谁生你气啊 船开了吗 我看你了 我看你咬火不来 我看你了 小来 你要拿酒 我看你了 你我看你了 你 super 识别生我的费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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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爹把你们兄弟俩 连到我的面前 慧敏切身身地躲在你的身后 捧着我 我把你们一边一个摞在怀里 说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亲娘 你跪了下来 慧敏也跪了下来 你们俩一起喊了一声骂 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把你们当成了我的亲生儿子 从那一刻开始 我也就把你当成我的亲生母亲 我想 我不怪罪魁明 也不怪罪魁明 也不怪罪魁明 只是我这个母亲做的好苦 真的好苦 我明白吗 明白所有的爱 都给了我们兄弟俩 甚至超过了慧君和慧如 别这么说 慧敏要走 要去找他的亲生母亲 我能理解 母亲需要孩子的孝心 孩子需要母亲的爱 只要他能像你一样 认定我也是他的母亲 我就心满意足了 你回来了 这是怎么了 那个孽章 跟他妈一个样 这股肉亲情 说断就能断嘛 别生气了 只当咱们没有这个儿子 慧敏和小微相往后的日子 我哪放心得下呀 如果打探得到 就派人多帮帮他们 你怎么还操这份心呢 你什么时候为自己想想 为你想 为儿女想 为全家人想 有什么不对吗 何况 还有你对我的信心 风雨啊 怎么说 我对你是有愧的 行了 不说这些 我倒是有正经事 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啊 慧想已经康复了 老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倒不如跟你去城里学做生意 也好为他将来 接管家业做准备 他 他行吗 我试试你怎么知道 行不行呢 他的身子 已经大有好转 何况 还有你对他的扶持 我真是搞不懂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 多关心关心 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我自己亲生的 我能不疼啊 有能力是一回事 还得要有 算了 你常年在外 家里的事情 也不是很清楚 我这样做 自然有我的道理 你放心就是了 都是你自己 都一把年纪了 得好好的 善待自己的生活了 慧祥的身体 也需要特别地照顾 我想连二 机灵又会体贴人 很合适去照顾 你们父子俩的饮食起居 你看怎么样 你说什么 让慧祥去接管铺子 我的二少年 你小声点 太太真的这么说的 那还会有假 太太让我过去 就是让我做好准备 去那边服侍老爷和大少爷的 这会儿 大少爷就在老爷和太太房里呢 我早就说过了 只要大哥的病一好 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慧俊 你倒是说句话呀 人家现在已经把铺子抢了 当家了 二少爷 二少奶奶 我厨房还有活 我先下去了 现在好了 眼看着大哥要当家了 我们以后还有什么地位啊 这叫自作自受 现在大方得势了 你们以后啊 就别再想使唤我了 作坊也不去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说了妈也不会帮我 那就不要说 妈 慧俊 妈知道你心里为什么不高兴 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是老二 不要总是妄想老大的位子 终平为什么给慧香放药 我心里清楚得很 只是不愿意说破就是了 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为什么就不能跟妈一条心呢 那妈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条心呢 我要是跟你一条心 这个家就毁了 妈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自古以来 大户人家为了金钱和利益 手足相残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到头来都得到了什么 得到的所有的钱 都买不来河落荣荣的快乐 心里是空的 你难道真的要选择这条路走啊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我只是希望爸妈给我一个机会 我只要一个机会而已 怎么没给你机会 作坊不是交给你了吗 将来你和大哥一个主外一个主内 咱们吴家的企业 才会越来越兴旺啊 作坊 那根本就不是大师拳脚的地方 每天就是作息 我充其量不过就是个监工啊 只有在铺子那边才能学做生意 才能够见大市面 我们吴家的作坊 是我们吴家的 跟市财富的源泉 你怎么就这么小看他呢 我们把这么重要的作坊交给你 不就是给你机会 不就是充分信任你吗 我一直肯定你的聪明才智 所以才希望我们吴家的妻 能够在你的手中传承下去 学做生意 你真的是为了学做生意啊 反正爸说过 只有我才是能够帮他的儿子 再说以我和大哥的个性来说 我觉得大哥更适合在作坊里待着呀 你大哥是吴家的长子 他将来就是当家的 理所应当要接管铺子 况且他对作坊一窍不通 如果他在作坊待着 只怕你爹又更要多操一份心 不是就像现在这样 让他跟在你爹旁边 好随时调教 你如果是孝顺孩子 就听从我们的安排 都是我的儿子 我不会偏袋谁的 别说是不分家 就是分家也少不了你那份 你大哥秉信忠厚 妈知道他不会亏待你的 妈 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生儿子 可是为什么是亲生儿子 就非得把金银家产的大权 传给你呢 我们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嘛 你的岳丈刘老爷 他的父亲 就是没有把生产生气的秘方 和金银之道传给他 而是传给了你的父亲 一个外姓人 就是因为你的父亲能干 除了能干 还有经验和诚信 你的父亲 从跟着刘老爷子 做学徒开始 就踏踏实实 本本分分的做人 靠自己的本事 开创了保元七号 这么多年来 从我们的七号 走出去的期 没有让人不满意的 价钱又低 东西又好 绝不忽畏了自己的利益 占顾客一分便宜 所以才有我们保元七号的今天 可是刘老爷 妈 我懂了 你是不相信我 这不是能力问题啊 你把我比作柳志贤 妈 你这么比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回去呢 你是个聪明孩子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话 就是为了要告诉你 只有作妻 才是你的根本之道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好 既然是这样 那你就交给大哥 因为我在你心里 永远是一个 不成器的亲生儿子 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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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老爷呢 二少爷今天怎么了 还好吃了炸药 谁叫你这么跟我说话的 你们老爷怎么教你们的 好好一个店铺经营成这样 一包废物 二少爷 就叫你们老爷出来 你快点去叫啊 老爷老爷他不在 躲着不见我是不是 他是不是躲着不见我啊 老爷老爷他不在 他在酒楼 兄弟少爷 你急着往里闯啊你 好 小龙哥我过来 照顾照顾少爷 少爷 来 快坐 慧君 来 少爷快坐 慧君 少爷 我叫少爷 你先坐 滚 偷偷滚 你也滚 慧君 喝喝酒 来 你干嘛发这么大火的 那天我是因为有急事急的东西 现成赶回来 你为这个跟我不高兴啊 啊 啊 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看着我 你不认识我 我是你老月杖 有人说我跟你很像啊 像 是眼睛还是鼻子 眉毛 嘴巴 我觉得一点都不像 人品 做人的人品 做人的人品 人品倒是蛮强的 我对老婆好 你也对老婆好 我学东西不上心 你小子学东西也不上心 我挣钱还爱走劲道 你小子挣钱也爱走劲道 你爱喝酒 我 我 我也爱喝酒 嗯 嗯 哥 就有一点我们俩不像 哼 你年轻 我 老了 哈哈 哈哈 我可不像你 我比你明白自己是块什么料 神经病 跑来没头没脑地说这番话 我不怕你 我是专制你们吴家的块料 修给我的 这二周年 还没缝好喽 凤尾香罗 搏几重 碧文圆顶 夜深风 又开始念我听不懂的事 你听得懂 你知道我在夸你 夸我什么呀 夸我的晚心 心灵手脚 来心慧智 我有那么好吗 在我心里你是最好的 你听不出这句话吗 前世不休 生在灰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灰州男人 年纪轻轻的时候 就出外谋生 有的刚成家 就对家妻儿走了 等到回来的时候 头发都白了 女人守了一辈子 守的就是一份感情和承诺 我不会让你等一辈子的 我会让你成为 最幸福的灰州女 说了你两句你就拿秀萍出信 害得她小产 我小产了 怎么可能 你知道的太多了 留着你是个祸害 她是个杀人犯 你 是不是杀人了 我到底哪点比不上她 她给不了你的 我偷偷都能给你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我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我 可我喜欢的是大脚女人 好 感谢